你发烧了没?我已经发过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发烧呢? 要知道发烧可是件好事哦 我这么说你可别生气啊 因为这是病原体入侵身体 你的免疫系统正在和他们苏死搏斗的表现了 众所周知啊 人类的身体呢 是拥有一个无比强大的体温调节系统的 这个不是什么科技与狠活 而是一套经过高级演化产生的智能系统了 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体温会维持在37度左右 这依靠下丘脑的中枢调节 下丘脑呢 是体温调节系统中的军师 他有两位左右护法 热敏神经元和冷敏神经元 当体温较高时 热敏神经元通过出汗散热来降低体温 当体温较低时呢 冷敏神经元则通过收缩血管打寒颤 为身体来制造热量 这两种神经元协力合作来保持我们的体温恒定 当有细菌病毒等病原体入侵身体时呢 免疫细胞就会和他们展开一场恶战 这期间产生的发热物质释放到血液中 就传递到了下丘脑 而下丘脑可是个脾气暴躁 又非常护短的直性子 它对一切外来物都极为反感 当对战局势进入白热化阶段时 下丘脑就会通过升高体温 来让病毒难以生存 升高的体温还能减少血液中的铁离子含量 等于就是切断了病原体的菌粮 在病毒备受煎熬的同时 我们的身体当然也附带出现了发热现象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头晕恶心 肌肉酸痛 难道这是把身体的其他机关都烧坏了吗 其实并没有啊 这和无氧运动的原理是类似的 体温每升高一度呢 我们对氧气的消耗量就会增加7% 同时增加12%的能量消耗 这相当于慢跑20分钟所消耗掉的能量了 人体发热以后呢 新生代谢增加 而氧的供给不足 身体就会在无氧条件下 把葡萄糖分解成乳酸来补充能量 乳酸在肌肉和血液中堆积起来 越积越多就倒出了全身肌肉的酸痛嘛 但是不用太担心啊 发热对身体造成不了多大的损伤 反而是身体自我保护的一种表现了 所以当发烧出现时呢 你就要知道啊 这是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 正在进行一场生死大搏斗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就急着吃退烧药的话 那可就让下丘脑的所有指挥都付诸东流了 哎 那反过来 既然干都干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放病毒一条生路 何不硬着头皮把发烧进行到底 将病毒杀个片甲不留 可好 当然这也是不行的啊 当体温持续上升超过38.5摄氏度 我们就要服用退烧药了 这个时候免疫系统基本上已经是杀疯掉了 我们该劝还是得要劝劝的 毕竟持续高热对身体也是会造成影响的嘛 其实除了人类啊 很多哺乳动物和冷血动物都是会发烧的 甚至植物在缺水的状态下呢 也会发烧 所以发烧没什么可怕的 多喝水 适度用药 我们就能和免疫系统一起来打赢这场仗了